如果再這樣走下去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不管最後推誰 司剛也在這裡 不會贏就沒有用 簡單講就是 一座人簡單 今天盧秀恩講的最重要 盧秀恩那個時候也是講說 因為那個時候台中也曾經出現過 當他回到去年的這個時候 台中也曾經出現過 因為江啟臣也很有 議員也很強 盧秀恩也經營很久 怎麼辦 最後兩個人他有決定 那就比民調 雖然民調最後只差了那麼一點點 0.3 對不對 那麼少的民調都還可以 就是願領賽服輸 這種情況之下 現在國民黨先跟大家講機制 我覺得這點滿重要的 你從3月 大家現在3月不可能 4到6月 現在7月都有了 7月其實講講說實在的 9月也有何妨對不對 你就一直往後推 這種狀況之下 我覺得會讓國民黨的 勝選機率一直下降 勝選機率一直下降的時候 很簡單 最後非得逼著韓國瑜 出來選的可能性就提高 因為韓國瑜是有可能贏的 現在台面上的這幾個人 包含了徐水德應該沒有要選 博雄 但是這個四大天王 都有在我們要點名尊重一下 都是公自備的 國公對不對 不會要選 但是馬英九 他沒有說他不選 馬英九他其實並沒有排除 自己可能的一個狀況 朱立倫宣布要選 王近平今天也說他一定參選 百分之百 時間就是在最近 他已經從那個什麼 等英元 等喬 今天就講 但其實這也沒有出大家意外 吳敦義主席他雖然沒有明確表態 但是在場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會認為他不選 他一定會爭取最好的機會 但如果最後有人認為說 民調也好 或者是各種的出選方法也好 都可能無法如願的話 或許又跳回是一個黨主席的高度 那也不無可能 但至少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看到所看到的最大的問題就在於 現在的國民黨是在野黨 你想要執政的話 你必須要贏回民心 民心正在看現在目前的 黨內出選的過程 現在黨內出選的過程 就是沒有出選 只有各自放話 高來高去 簡單講 你要吧 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立刻把要參選的人 或是中常會也好 或是開定是全大委也好 決定一個我們提名的方法 之後再按照這個方法 精確的執行以後產生人權 我覺得加上都沒有話講 可是現在完全沒有方法 你到底是全民調 還是三層黨員 七層民調 或者是怎麼樣 沒有 就是大家都在等待一個時機 朱立倫當然他對來講 民調是最好的 現在民調出來是最好的 可是吳敦義 其實事實上也有很多 吳敦義身邊的人在講 這又比民調的話 你朱立倫比得過韓國瑜嗎 所以如果你強調去民調的話 那好 那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其實無妄之災 我們現在錄影同時 他在高雄可能耳朵一直講 或打噴嚏 怎麼又在講我 事實上真的是 這個狀況有點變成必無可避 如果最後國民黨之後產生的人選 而且這一次大家慢慢看起來 應該也明顯的 就是王金平他是真的要選 因為大家前一陣子會覺得說 對王金平的看法 他應該不會往前衝 他只會形成一個勢 沒有 這個橋是直接要搭過去的 他自己要走過那個橋了 他不只當橋而已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誰也不讓誰 這種狀況 你也沒有辦法勸退誰的情況之下 就是一個最簡單的基礎 選舉的方式 如何產生人權 問題是現在沒有這個方式 現在都各自內心 有他自己鼠疫的方式 朱立倫希望全民調 吳敦毅可能希望 甚至還有美國式的選舉 當然那是照商所提出來的建議 等等 最後的結果就是 因為沒有一個 已經講好的遊戲規則 我們今天在跑步的時候 誰先過年還要誰就贏 沒有 是中間的時候 你跳起來的時候 那個姿勢突然轉個圈 照相最漂亮的影 那你到底是要跑快 還是要跑優美 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 你國民黨沒有辦法 行訴這個情況之下的時候 忽略的一點就是 2018的大勝利15個縣市 15個縣市的大勝利 並不是因為國民黨 被民眾高度期待 而是民進黨的執政 選民有落差 然後高雄的長年的 民進黨執政以後 大家有點鐘擺效應 想要再換韓國瑜出來 所以不是國民黨 已經獲得了過半的支持 所以現在可以隨便推 大家先內鬥以後 然後只剩一隻腳 另外一個拿拐杖 也能選贏總統 如果這樣的狀況之下 由現在的狀況去推 最後可能連蔡英文都打不贏 國民黨2020成為執政的夢想 又會變成泡沫 我對韋漢的轉向非常的高興 我沒有轉向 春節前跟春節後的韋漢 剛剛已經說了 這個春節變化很大 我喜歡現在的韋漢 非常喜歡 剛剛這個韓兵兄講這個 我簡單提一下 因為我看了我們 中時電子報一個新聞很感慨 韓國瑜他說 你們高估我的 我沒那麼厲害 我們中時電子報的新聞 是我們之前的一個SOT的代字 那時候吳敦義帶著韓國瑜 去廟裡參拜 你知道那廟都有LED 歡迎吳敦義主席參拜這樣子 然後沒有打韓國瑜 七個月前 然後他們在那邊要合照 吳敦義這樣站中間 我當隊站中間 沒有人叫韓國瑜 韓國瑜是跑過去 我要拍一下 他是跑過去要拍 沒有人找他拍 你是誰 七個月前根本沒有人要理他 LED沒有他的名字 拍照也不會叫他 他是跟吳敦義一起去的 現場嬉嬌落落 我給大家看這個韓國瑜的效應 這個是農曆春節期間 高雄捷運的人次破紀錄 高雄輕軌也破紀錄 齊金的肚牛也破紀錄 我請問觀眾朋友 如果今天是陳其邁當選 會破紀錄嗎 會嗎 這就是我說 你看今天聯合報有頭版頭 韓流的大爆發 整個威力 這個我想高雄的朋友最清楚 齊金的商家最清楚 這不用做民調 這做民調幹嘛 對不對 我貨賣的出去人進來來 我爆滿 高雄捷運從來沒有這麼多人 進去夜市吃完東西 想出來走不出來 有在裡面 這就是很清楚 我們看今天《中國時報》的社論 他這社論是有系列 今天是第一篇 為什麼韓國瑜要參選總統 這個標題就很清楚了 他去把他的邏輯 把他勾得出來 這是第一篇 我們看第二篇 明天也還會有 你慢慢去想 因為觀眾不是說我要去拱他 剛剛維翰聽到說 那個民調的部分 我再次強調政黨輪替的必要性 政黨輪替的必要性 剛剛賴老師講 蔡政府可能是無心戀戰 政黨輪替的必要性 我的結論 還有韓國瑜參選的必要性 大家去思考 剛剛說明星最重要 的確在這一個春節假期 剛剛所看到的明星是 國民黨還在喬怎麼初選 明星看到這一幕 可能都滿心寒的 然後接下來明星看到這一幕 又感覺熱情被電燃 來看看這個春節 在高雄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九天連假當中 騎經渡輪除夕到初四的 總運量達到19萬人次 初三的運量破紀錄超過5萬人 排隊的人籠2公里 到了三更半夜 還在排騎經渡輪 另外網友PO出 在春節期間的六合夜市 滿滿滿的人潮 說人潮真的回來了 博爾特區超過70萬 遊客湧入參觀 另外捷運公司統計 初三高捷有37.4萬人次搭乘 這恐怕也是破紀錄 輕軌有4.2萬人次 都突破了史上的紀錄 我們可以看到 在金銀河燈會 這金銀河燈會 在開始籌辦之初 就被民進黨立委天天的找麻煩 說這個是什麼告別是什麼的 天天找麻煩 結果人擠得滿滿滿 參觀人次34.6萬 去年的燈會只有26萬人次 成長33% 這個被批評為質感不好 沒有美學素養的金銀河燈會 來了34.6萬人 成長了33% 而這個韓流的威力 接下來在兩個地方檢驗 一個當然就是在台南的立委補選 還有新北的立委的補選 台南立委補選27號謝龍健 要請韓國瑜來兼施木魚 做滷肉飯 替農漁民打通路 掃談政治跟選情 拚經濟 在新北這邊 韓國瑜人還沒到 人形立牌已經到了 這個人形立牌 在新北市這個選區的春節 也受到很大的歡迎 很多人就來跟人形立牌拍照 這個韓流讓選民很熱情 剛剛我們看到 國民黨這幾個太陽 到現在還在喬怎麼選 這件事情恐怕選民也覺得 滿心寒 我先講一下高雄的人潮 讓我們台北有點吃味 事實上我知道在 今年台北市跨年的時候 我們的捷運的人次 比前一年還是減少的 比前一年是減少 所以其實這個人氣 對 人氣旺不旺 這個除了網路的聲量之外 馬路的人氣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老實說 我覺得確實 韓國瑜已經成功的 把高雄整個的觀光 全部帶動起來 既然談到國民黨的 2020的候選人的產生 因為今天早上 是我們中央黨部團辦 其實節目也很精彩 但是所有的焦點 所有的媒體焦點都是 誰要選 誰不選 什麼時候決定提名的辦法等等 所以幾乎全部都是集中在這裡 我個人是認為就是說 因為現在朱立倫他發話 他說越快越好 因為對於一個 現在民調領先的人 他當然希望越快決定越好 後來在春節期間 因為吳敦義 吳主席 對外有曾經提到一個7月份 大家講本來是5月份 為什麼又到7月份 那到底是5月還是7月 還是更晚一點 還是更提前一點 我個人認為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有一些戰略 因為民進黨是4月份 他會決定人選 4月份決定人選 因為現在還卡一個誰 就卡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大概6月份 他會決定他要不要參選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你今天決定是7月的話 你如果有一個說 我有個戰略考量 因為我要考量到我的對手 誰要來選 誰不要來選 所以我決定在7月 我覺得這個是成理的 可是我必須要講 好像因為主席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並沒有去演說 為什麼又要到7月 所以大家就會說 那你是不是一直在拖 那大家就開始在猜測 會比較有第一則 不然 要